因為我覺得孕婦本來就是一個高危險群的族群 然後自己也是在醫院裡面上班 那如果說有選擇一個好的疫苗的話 對我來講是比較好的 然後我也有跟婦產科醫師討論過 然後他是建議打莫德納疫苗 家人討論過 所以說我就來打第一劑的莫德納 不管是什麼樣的產牌 那基本上只要能夠接種 對於能夠預防重症 那降低肝癌的機會都有幫助 如果沒有其他特別的身體狀況 那不管年紀 那在經過醫師評估之後的慢性病患 都建議來施打COVID-19的疫苗 我們家是在做餐飲業的 然後家中又有小朋友 保護好自己就可以保護家人的安全 也可以保護客人的安全 可不可以讓他被控裂 其他人都要不一定 因此活動 往林振英 這個民造大國有很多組織 楊振英 是民造大國的 paid 大國的票 電腦 在疫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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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聽 如何